哈喽大家好 我是豆豆小司力 欢迎收看我的单人荒野生存 第81期 现在我就从这水电梯的上面 直接跳到下面的蓄水池里面 两格高度不知道会不会摔死人 哎呀 掉到水池之前碰到了水电梯 那这次不算哦 那我就再乘坐这个水电梯 上去重新再跳下来一次 呦吼 这水电梯确实很方便 速度也挺6的 好嘞 已经上来了 那我就再重新跳下去 这一次 我就不做任何方向上的改变了 直接自由落体运动 我碰到这个水电梯 哎呀 这么惨 满雪的状态跳下来都被摔死了 看来这两格高度的蓄水池还不够用啊 小伙伴们 你们说说 到底要几格高度的蓄水池才行啊 那这么说 这个蓄水池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那我倒不如把它堵掉 然后把整个都拆了 呃 那我现在得到水池里面去 然后用方块把这四格水都给堵掉 好嘞 堵掉水以后 那就把整个岩石块阶梯也给拆掉 这样也好吧 把它拆掉以后 感觉整个水电梯应该也会美观一点 OK 留下这四个方块 堵住水电梯的水柱不往外流 然后我再游上去 重新跳下来测试一下 以后的话我就用这种方法了 就是在接近地面的时候 碰一下水柱子应该就不会摔死了 好嘞 咱们现在就再往下跳一次 不过要把握好时间点哦 不然的话分分钟也是摔死啊 好嘞 没问题 以后就按照我这种节奏 一滴雪也不会掉的 好嘞 水电梯的工程也告一段落了 如果小伙伴们有好的建议 记得评论告诉我哦 呃 那我现在要做什么事呢 哦对了 我记得重新恢复备份以后 我那个刷怪塔也好像出现故障了 那好 那咱们现在就飞到刷怪塔上面 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哦 好像这个推拉杆已经不动了 那估计是里面有什么东西卡住了 哎呦 果然滑动方块有问题了 这个推拉杆只能再推出去一点了 然后已经不能整个收回到刷怪塔里面了 哎 先睡一觉吧 第二天再去刷怪塔里面检查一下了 哦 对了 我身上的火箭背包又快用完了 好惨啊 那又得重新回到地面维修一下 才能到刷怪塔里面去了 哎 对了 我记得我上次有多制作了两个火箭弹 那直接储物箱里拿上 然后直接维修就行了 现在维修火箭背包的材料和信心果实很足够的 但是每次都要回来维修 挺麻烦的呀 好嘞 已经维修好了 但是我还得再拿上一些岩石再上去了 因为重新恢复备份以后 刷怪塔里面的平台 都是一些土块了 所以才会卡住这个推拉杆的 所以我敢百分百确定 肯定是地心人偷走了土块 然后用土块挡住了整个推块装置 那么我现在要处理的故障 就是清理掉里面的土块 全部都替换成岩石 哦 对了 还要制作区域负质方块呢 哎呀 还要制作蓝图这些呢 那估计今天的刷怪塔又维修不了了 现在我这里只有纸张 还需要皮革 才能制作空白卷轴呢 皮革的话 我是一个都没有了 那还得去窄牛了 心情真不好 什么材料都没有 商人小哥 慢一点给我吧 都是一些什么鬼啊 我都不想要嘛 那你给我下去吧 哎呀 那又得去窄牛了 窄牛之前 还得去农场那边 拿一些麦穗去喂养他们呢 哎 厨箱里怎么是空的 我记得上次有收割一些啦 算了算了 反正麦子也成熟了 那我就开闸放水 再收割一些就行了 呦吼 又是大丰收的季节了 那就让他们在这里慢慢流下去吧 按照我的习惯 还是得来看一下这边 南瓜跟甘蔗的收成 哈哈 这也太多了吧 厨箱里面已经收集了快一半了 呃 这边麦穗还没有收集完 那我先去地心世界 收集一些硫磺盐跟龟石嘛 哎 什么情况 商人小哥没被淹死 还游上来了 嘿嘿 心情不好 看你太不顺眼了 那就再给你一刀 哈哈 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跟我一样 经常看这个黑山很不顺眼的 好嘞 咱们现在就来到地心世界了 那我这一次 要开采多一些硫磺盐跟龟石了 OK 收集了十个龟石 还有十五个硫磺盐 制作区域复制方块 肯定是绰绰有余啦 回到地面 那咱们就赶紧去到农场收集卖税了 哦 对了 收集以后还得去种植小麦种子了 老是要自己来种植 也是麻烦 后面 我会驯服一些龙夫来帮我跟种的 那好吧 这一期只能玩到这里了 下一期咱们就去维修刷怪塔